HELLO 大家好我是菊姐老師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菊姐老師呢要來分享一個 羊絨界的百達菲力這個品牌 Laurel Piana 因為呢我之前有買過一條愛馬仕的那個圍巾 不知道為什麼怎麼找我都找不到 所以我想說好吧 既然它這麼有名 然後我就想說買來試試看它的 Cashmere的圍巾 那我之前買的那條Cashmere圍巾呢 是愛馬仕這個Double Sight 價格好像是2000多塊美金 那我有點忘記 那這款Laurel Piana的圍巾呢 也是百分之百的羊絨 然後價格呢是1125塊美金 說實在一條1000多塊的價格也是挺貴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到底為什麼這麼貴 那我們也來順便到時候開完箱以後 來跟大家分享要介紹一下這個品牌 OK 好 大家看得到小助理嗎 因為等會會有你們的戲份 Laurel Piana呢它這個圍巾呢我買的是 一邊是膚色的 然後一邊是白色的 然後就是比較neutral color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是寫1185 但我網路上買是1125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這個牌子呢上面寫說 Laurel Piana Baby Cashmere 那這個Baby Cashmere呢就是他們家專門挑選 12個月大的小山羊的毛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羊毛啊 羊絨啊有什麼區別 我的話呢就是有紐西蘭啊或者是澳洲啊那種羊毛 他們剔下來的毛 羊絨呢就是小山羊的毛 牠們的毛呢會有兩層一個里層一個外層 那就像我們家狗狗一樣 我們家狗狗也是double coat 所以你可以翻開你家的狗呢 看一看裡面就知道什麼叫做羊絨 那羊絨呢就是特別細特別軟 親膚感也特別好 那小山羊的這個羊絨呢 牠一年呢只會有辦法採一次 一隻羊呢只能取得150克的重量的羊絨 所以你要想想看 如果今天要做一件羊絨大衣或者是圍巾 那這個重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啊 怎麼可能只有150克 所以這個圍巾就不知道多少小山羊的羊絨用在上面 除此之外呢 牠們取得的方式呢 不是像剃羊毛一樣是用剃的 牠們是用刷子把牠的那個羊絨呢 刷出來然後再把它處理乾淨以後 然後把它捲成毛線這樣子 那這個羊絨的好處呢就是 首先牠很輕 保暖度就非常高啦 跟羊毛比起來 所以在價格上面是非常的昂貴 拿到牠們家這個羊絨呢 摸起來我覺得跟愛瑪士的那條比起來 我覺得差蠻多的 首先愛瑪士的那一條非常的厚 牠這些更軟然後更滑 然後我覺得牠那個親膚感更好 好我們再摸一看 如果今天牠這麼昂貴對不對 我覺得牠的想必應該是非常的保暖吧 真的是蠻舒服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好不好看 但是覺得一千多塊的 也是蠻貴的 那我們就圍上這圍巾跟大家講 接下來這個Laura Piana的故事 牠們在1980年代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在從事羊毛的貿易了 然後到1924年的時候呢 這個後代呢就把它成立起來這個品牌 然後就叫做Laura Piana 那到現在呢已經傳到了第六代 最近一代的這個傳人就是叫Sergio Laura Piana 2013年的時候過世 然後現在傳給他的弟弟這樣 那在2013年的同時呢 這個Laura Piana呢也被了LVMH收購 那為什麼這個Bernard呢想要收購 是因為他說他小時候常常跟爸爸去逛這間牌子 然後每次進到牌子就挑選了他們家很舒服的這些Polo衫啊 然後襯衫啊或者是衛巾啊毛衣啊 他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質感非常的好 所以到後面他就把這個品牌給買下來 已故的這個第六代傳人呢 Sergio他就說了 我希望呢我的這個品牌賣給你之後呢 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你不要請明星設計師 因為他希望這個Laura Piana呢 是能夠一直穿成他原本的樣子 所以大家如果去逛過Laura Piana 都會知道他們家的衣服呢 非常的素雅簡單 然後看起來非常的高級 但是又很低調 不管是安吉利亞、朱莉啊 或者是凱特王菲啊 這些人他們都有穿過他們家的牌子的東西 那他們家呢除了就是有小山羊絨之外 還有紐西蘭澳洲叫美麗諾羊毛 還有那個緬甸的這個偶絲纖維 而且再加上呢這個品牌所有的製作過程 還有生產全部都是在義大利 手工所完成的 所以說他們的質量呢是非常的好 價格其實也是非常的高 我那時候還不了解這個品牌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牌子呢 他們家只出羊絨 就是Cashmere 後來還知道呢Laura Piana 為什麼他要叫做羊絨界的百搭費 跟大家分享一下Samorga的這個內膽包 大家都一直問我說 誒是他們家的這個內膽包 到底要選1.2的還是2.0的 那我覺得1.2的呢比較適合小的包 那我這款呢是2.0 那我放在這個菜籃子的pickleting裡面 那因為菜籃子的pickleting它有個問題 就是它很容易就是有鬆垮的這種狀況 需要用這個內膽包把它放在裡面 讓它呢在我提出去的時候呢 更加的方便之外呢 我的鑰匙這些都不會傷害到裡面的皮革 我覺得是滿好用的 那喜歡的朋友們或是需要的朋友呢 可以使用俊俊老師的折扣嘛 俊俊20奧 那會有8折的優惠 那他們是全球都可以寄送的 不過呢它是不包含運費的 所以大家如果再買的話 可以跟朋友一起湊單這樣子的話 會比較划算喔 那原因就是因為呢 他們家有一個獨家的東西呢 令人折舌 我剛剛有提到 他們家除了小山羊羊絨 他們家有一個非常特別的布料 叫做洛馬絨 洛馬呢就是Alpaca 就是類似像草泥馬 那它是用的是拉馬的羊絨 那這個拉馬絨呢 為什麼非常的特別 1980年代的時候啊 已經在開始投資跟研究這一種原材料 這種洛馬呢是只有在 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 波里尼西亞那邊 有這種洛馬 那這種洛馬呢住在山上 因為它很冷嘛 所以它也是有Double Code 那它那個Code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保暖 幣羊絨還要保暖 幣羊絨還要細幣 羊絨也還要耐用 有些時候Cashmere買回來的時候 你用久的時候 它上面會起毛球 或者是會脫毛 但是這個洛馬 不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除了它非常稀有之外 因為這種洛馬呢 已經有瀕臨絕種 所以他們就跟南美洲 有這個動物的國家呢 就簽署合約說 我來把你們圈一個私人的保育區 幫你們養這些拉馬 就是不要瀕臨絕種這樣子 那他們也可以合法的使用這種洛馬 這世界上只有這個Lora Piana呢 可以合法的使用這種Cash Llama的絨毛 這種洛馬呢 每三年才可以剪一次毛 那每一次呢 只能剪大概150克的這種絨毛出來 普通的羊毛是大概6到8塊左右 另外一種就是草尼瑪的 他們的毛大概是12塊到28塊左右 羊絨就是Cashmere 大概是75塊到85塊一公斤 洛馬絨它的價格 一公斤是600塊美金 上有查了一條圍巾要5000塊美金 15萬台幣 我這條是30000台幣 聽說呢 它那個絨毛呢 輕如雲朵 柔軟的程度 就像寶寶的肌膚一樣柔軟 下次去店裡面試試看 它到底有多多多厲害 價值要5000塊美金 這個洛馬的這個絨呢 它其實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叫做Vacuna 我不太會唸啦 但是它是Vacuna這樣子 網路上俗稱的神之纖維 因為這是這世界上合法的 最貴最貴的原材料的布料 那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圍巾呢 用起來其實真的是蠻舒服的 我覺得它有個小缺點 就是它有點短 可能就是要長一點的話 會比較就是適合 那我自己個人是比較喜歡 很高就是那種很厚的感覺啦 但是這種輕的我覺得 對於就是要上班啊 通勤的人來說會比較方便 因為比較不會這麼厚重 我覺得它有一個唯一的小缺點 就是因為我剛剛前面講的 它有一點比較低調 然後又很素 所以就會感覺有一點成熟的風格 比較不會退流型的風格 這就是我今天所介紹的 這個Laura Piana的圍巾的開箱啦 那有任何問題呢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跟我一起討論 或是你有知道一些 他們家品牌的一些小秘密的 都可以跟我分享喔 那記得要訂閱君老師的頻道 就是給我最大的支持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可不可以拿來做圍巾 哈哈